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思考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报复行动是否不可避免 近十个月来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民兵组织 及政党真主党一直在进行着低强度的战争 双方都遵守着一套不成文的规则 尽管他们试图限制攻击范围 仅针对军事目标或已经撤离的边境城镇 但局势依旧紧张且不可预测 这场战争背后的复杂政治和历史因素 使得局势更加难以掌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分析 中东地区的局势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不仅影响到这两个国家 还波及到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双方克制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国际社会的干预效果有限 尽管有联合国的调解和国际社会的呼吁 但双方的冲突依然不断升级 这也暴露了中东地区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格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以色列的建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敌势 使得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就与周边国家发生了多次战争 而黎巴嫩的内战和真主党的崛起又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 历史的积怨和现实的利益冲突 使得双方很难通过简单的谈判来解决问题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战争不仅带来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还对两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 以色列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强 但频繁的军事冲突使得其国防开支不断增加 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 而黎巴嫩本就经济困难 战争带来的破坏更使得其经济雪上加霜 尤其是大量平民的逃离 使得边境地区的经济活动几乎陷入停滞 这不仅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 也对整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冲击 综合以上几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报复似乎不可避免 但这种报复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和灾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双方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 通过谈判和妥协来实现和平与稳定 在结尾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真实和平 尽可能避免战争带来的灾难 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不仅关系到当地人民的福祉 也关系到全球的安全与发展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努力 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和平进程 早日实现真正的和平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点点思考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什叶派民兵组织 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 由来已久 其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末 自1982年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来 双方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真主党成立于1985年 目的是抵抗以色列的占领力量 并逐渐成为黎巴嫩境内 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及政治势力 从2006年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 爆发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开始 双方进入了一种不稳定的停火状态 虽然2006年的战争 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下结束 但两国之间的冲突并未真正消除 这些年来 边境地区时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对峙 双方都试图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 最近的冲突显示出 尽管存在国际调停和停火协议 但边境地区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低强度战争 持续了近十个月 双方都明白 对方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 因此 试图将攻击范围 限制在军事目标 或已撤离的边境城镇 这些城镇的居民 大多数已经逃离 估计有15万名平民流离失所 这场战争的背景非常复杂 不仅涉及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历史恩怨 还牵扯到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势力 真主党得到了伊朗的支持 这使得以离冲突 具有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意涵 同时 黎巴嫩内部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 也使得局势更加复杂 以色列方面 受到来自南部边境的火箭弹和袭击的威胁 国内舆论压力和政治考量 使得政府往往采取强硬的报复措施 这种报复行动 通常包括对真主党据点 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的空袭和导弹打击 然而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也常常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尤其是在造成平民伤亡的情况下 在此背景下 尽管双方都试图避免全面战争 但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和真主党的袭击 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任何一次误判或意外事件 都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国际社会的调停和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冲突的烈度 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 总体来说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问题 短期内 双方的敌对行为和报复行动 可能无法完全避免 而长期解决这一冲突 则需要各方在政治 军事和外交上 做出巨大的努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报复行动 是不可避免的 这在历史上已经见证过多次 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 真主党对以色列发起了大规模的火箭弹攻击 以色列不得不进行报复 这次的低强度战争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 因为双方都拥有足够的火力来造成严重损害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将是维持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 楚天书 你这是站在火药桶上说话吗 报复行动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 和平遥遥无奇 2006年的战争证明了什么 以色列的报复并没有彻底解决真主党问题 反而加剧了民怨 造成了更多的死伤和平民流离失所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数据 当时有超过1000名黎巴嫩平民丧生 以色列此时应该寻求外交手段 而非一味的军事报复 谢琪琪 你说的外交手段听起来好像是个好主意 但现实是 真主党并不是一个容易谈判的对象 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与以色列完全对立 历史上从未见过真主党在外交桌上 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妥协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其实是一种威慑手段 旨在让真主党明白他们的行为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以色列的国民安全不能寄希望于对手的善意 而必须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来保障 楚天说你这种鹰派论调可真是老套啊 真主党的确不好对付 但你不能因此就放弃和平解决的途径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不也是通过谈判 和国际压力最终解决的吗 而且持续的军事冲突只会加剧地区不稳定 刺激更多的极端分子 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持续的冲突和报复只会让更多无辜平民成为受害者 这无助于长期和平 谢七七 你这种霍悉尼的态度也不见得有用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解决是因为内外压力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而真主党却是武装力量强大 并且拥有多国支持 以色列的每一次让步都被视为软弱 换来的只是更多的袭击 历史告诉我们 和平是通过实力和决心赢得的 而不是靠绥靖政策 报复行动或许残酷 但有时候必要的残酷才能换来长久的和平 楚天书 你这种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的思维真的有点过时了 现代国际关系强调的是合作与多边主义 以色列如果能够与周边国家建立更强的外交联系 或许可以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施加压力 迫使真主党改变行为 你忘了吗 奥斯路协定就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通过谈判达成的 尽管不是完美 但也是一个进步的例子 持续的军事暴富只会把未来的和平机会炸得粉碎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